李家父子是出了名的爱才之人 唐高祖李渊在位时 朝廷几乎都是功臣名将 对于主动归降的 也几乎都给予了很高的官职 作为儿子的李世民 更是继承了父亲的爱才之心 他在全国范围内广纳门客 并且善待他们 这些人自然也为他成功登基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中一位就是玉池公 他可以说是救过李世民最多次数的人了 如果没有他 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唐太宗 第一次是在盲山之战时 李世民大战善雄信 几乎被善雄信杀死 索性玉池公及时赶到 才救下了李世民 第二次是李渊登基后 李世民奉命对付叛贼刘黑榻 刘黑榻精通军事 李世民被算计为困 也是玉池公及时赶到 第三次就是玄武门之变事 如果不是玉池公 李世民早就被齐王李元吉勒死了 所以玉池公是李世民的救命稻草 李世民登基后 对那些有功劳的将士大赏特赏 其中赏赐最多的 就是文臣长孙无忌和武将玉池公 玉池公多次救李世民姓名 李世民封赐他为国公 甚至将原来齐王府邸的财物都赐给了他 可是当时李世民却觉得这些赏赐 远远比不上玉池公对他的三救之恩 玉池公的钱财和俸禄 在当时已经是巅峰状态 所以李世民想着与玉池公拉拢关系 让他们成为家人 李世民在拉拢朝神方面很是在行 他后宫妃嫔众多 也生了很多的皇子公主 朝中大臣的儿子几乎都娶了公主 自己的很多皇子也娶了大臣的女儿 所以他更是想与玉池公结为亲家 玉池公只有一个儿子 况且尚且年幼 公主们都一年长 到了出嫁的年龄 李世民见玉池公的儿子 与公主们联姻不成 索性想要将公主 嫁给已经中年的玉池公 玉池公比李世民都要大上很多 玉池公当场婉言拒绝了他 如果娶了公主 必然是正事 那么自己原来的妻子 将会成为妾室或者被休 他自然不忍心让妻子受苦 所以拒绝了李世民 李世民也理解 并没有怪罪他 可见玉池公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当初多次救李世民 并不仅仅因为自己是李世民的下属 更多的是为了情义 对于妻子也是如此 虽然自己的妻子已经领老珠黄 可是毕竟陪伴了自己半生 有情有义的他自然不会抛弃自己的妻子 去娶年轻貌美的公主 玉池公的行为不禁令后人唏嘘 在现代 很多夫妻都能够有难同当 却不能够有福同享 他们奋斗时互相承诺着未来 等到真正生活无忧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追求更多鲜艳亮丽的东西 而抛弃了对方 再美的话也终会有枯萎的那天 那么为何只在乎他盛放时的美丽 却忽略了他枯萎时的脆弱呢 古代王公贵族都有三妻四妾 他们很少只有一个妻子的 可是玉池公一生只有一个妻子 在年轻貌美的公主 和人老珠黄的妻子之间 他选择了一直陪伴他的妻子 他们也只有一个儿子 所以玉池公是好男人的典范 这在现代社会是极其罕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